各位朋友大家好,我是Meg大叔 今天再度來到了台北橋頭滷肉飯 創立於1933年的店家 這是這間店的招牌 這是這間店正面的樣子 很久很久沒有來啦 今天就點別的品項 因為上次才吃一次而已 很多種好尿喔 這位是第二代的爸爸 第一代是金黃黃 以前在台北橋 台北橋現在在賣滷肉飯 老闆就稍微跟我們介紹一下歷史 因為爸爸出車禍 當到頭腦這樣 吃好吃飯 爸 你好 阿公你好 你如果在賣滷肉飯 當時開始賣滷肉飯 你不要 沒關係 阿公辛苦了 以前叫金鳳大飯店 金鳳大飯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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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金鳳是阿嬤 阿嬤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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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erk 公公 brewer ちょっと就是客人很喜歡 然後又沒胃 沒有買那個現成的東西 就是今天市場 好的 以黑毛豬來做 絲材也是都是現點 現掉 沒有在賣那種冷凍絲材 是 現做的 都是現做的 所以我們冰箱的肉的品質 我都可以拿給你買 包括這肉都是以淵汁的 沒有買那種現成的 都是以淵汁樣做的 包括三成肉也沒人敢這樣賣 東西都是好的 好 那就拆車都照一遍 因為現在是賣到八點半 所以應該是接近生意回生 好 那我趕快點 那我要那個 既然都這麼特別 那就那個 三成肉 你敢吃的話 三成肉真的很好吃 滋味大腸也外面吃不到了 那就 敢啊 敢就是黑毛是問題的 那個很漂亮 好 那就三成肉特餐 單點那個大腸 好 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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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這邊吃 這邊吃 欸 老闆 你說法要乳酪嗎 那你整齊了 都好 那你整齊了 都好 那這個 湯匙的筷子 肥這隻的乳肉 喔 好 舒服很快 那個 包括我們那個乳肉也是用刀切 手工刀切的 沒有再用雞雞做的 也是 辛苦了 對 我知道那個 手切的話 它稍微會有點不規則這樣子 對對對 沒有用雞雞切的 欸 是 老闆 你要叫三養青菜 欸 是 這還在三養青菜 欸 對 三養青菜 欸 三養青菜 好 那個南瓜 好 好 好 那個高麗 高麗菜跟花椰菜好了 好 然後 味噌蘿蔔 三養青菜 好 那味噌好了 欸 好 還是味噌好了 那我要那個半熟蛋 謝謝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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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上次吃過總之是非常的滿意啦 謝謝 欸 老闆常來啊 東西很乾淨 老闆還記得我謝謝啊 欸 好 好 排骨也是自己醃 看得出來 對 每次都自己醃 包括你看花椰菜 欸 是 外面的自助餐的 沒有人在洗的 欸 是 都還要人家在洗 喔喔喔喔 很辛苦 就是切切的 欸 就是 吃的東西就是 傳承我阿嬤的精神 欸 是 都是自己 敢吃 自己敢吃才賣給消費者 對對對 對 對現在年輕人不想要做 太辛苦了 欸 不好意思 謝謝 好 那這一個牆上就寫到這一家店的歷史喔 可以看一下 好 欸 應該說台北橋的歷史啦 台北大橋 好 現在就好了喔 但是還是要加一下那個 阿春食堂老闆的辣醬 好 這個水手包 隨時想吃隨時就加蒜香辣醬 好 是這個滷肉飯的好幫手喔 記得這個蝦皮就可以買得到 就給它加下去啦 然後順便這個滷肉飯也順便吃一吃 滷肉飯跟這個辣椒醬真的是蠻搭配的 好 那這個1933年的老字號 然後辣椒醬是那個我母親講說最好吃的辣椒醬 好 好久沒吃了 開動了 半熟荷包蛋給它滑破啊 黑毛溫體豬 再這樣邪惡半熟蛋 嗯 喔 香香辣辣 香香辣辣 真的很好吃啊 嗯 咿呦喔 這樣真的很邪惡喔 嗯 真的很棒喔 好 吃得出這個老闆的堅持啊 好 傳承是阿嬤的精神啊 好 希望這個老店繼續的加油 然後 各位朋友繼續來支持啊 很好吃 好 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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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美味喔 辣椒醬配上這個 蛋黃 半熟蛋 還有這個 辣椒醬喔 還有這個滷肉喔 真的很讚 嗯 嗯 喔 肥滋滋肥滋滋的會黏嘴巴 真的很棒 好像滷肉稍微帶點五香的味道 喔 稍微啦 嗯 好 今天這五花肉沾上辣椒醬真的很美味耶 嗯嗯嗯 好 經過老闆的解說才知道說 原來這一餐飯是真的 店家非常的辛苦喔 好 真的很棒喔 冰油哇 真的很美味耶 真的辣的很過癮 然後生意也非常的好 這個就是剛剛老闆提到的花椰菜喔 真的很辛苦 翠綠中帶著口感喔 好 非常的棒 嗯 雖然肥滋滋但是這個充滿了很多蔬菜的營養 老闆標榜說自己敢吃才敢賣給消費者 我覺得這個心態非常的健康跟非常的良好 嗯 好 配菜也非常的棒 南瓜很清香 嗯 好 所以這絕對是滿份啦 真的很美味 嗯 好 其實這五花肉它這個油脂是香的 不是不會噁心喔 嚼起來就是非常的芬芳 然後還有這個豬皮的香氣跟瘦肉的鮮甜 好 真的很好吃 好 充滿了古早味喔 嗯 嗯 很讚喔 尤其是加辣椒醬跟那個滷肉飯跟五花肉 跟那個 三層肉非常的搭配 那記得可以在這個蝦皮的連結購買 這樣吃起來真的很過癮 讚喔 滿分 好 再來是這個酸菜大腸 好 再來是這個酸菜大腸 好 那呂小姐這個就是你喜愛的部分 還有這個喜愛酸菜的朋友 好 香噴噴 香噴噴的 然後還帶著一點微微的甜味跟酸味 嗯 好像還有加一點軟骨 嗯 好 這樣搭配更有口感 欸 就是好像什麼都有喔 這好像是豬肝 嗯 好 再來就大腸 好 這樣很好吃啊 蠻開胃的 就是不只一種東西 不好意思 就讓各位聽到點這個背景聲啊 那一告 現在都是車來 好 真的很好吃 好 真正古早味啊 非常的棒 好 真的很好吃啊 這酸菜真的很香啊 好 這個充滿了古早味的感覺 朋友啊 一定要來吃吃看 這個充滿了古早味的情懷 好 真的很好吃啊 那阿公就很熱情的介紹 OK 非常的讚 好 最後是味噌湯 那剛剛聽老闆講 我很榮幸啊 因為老闆之前說 怕因為生意太好 所以 都拒絕了這個媒體的採訪 嗯 就是為了維持這個餐點的品質啊 所以說就是 要做好老客人這一塊 所以我覺得老闆是 非常的用心在做餐飲業 好 那就希望各位朋友 老闆在忙的話就 多體諒啊 老闆怕說他沒有笑容 讓各位朋友覺得他 沒有笑容 是因為他真的在忙 好 那這個味噌湯也是充滿了古早味的 有這個小魚乾 所以非常的 甘甜的 會回甘的那種 好 那就是傳承是阿嬤的精神 就真正的古早味 好 真的很棒 嗯 1933年歷史一直到現在 非常好吃 好 樣樣都是滿分 非常非常讚 真材實料 好吃 好 再看一遍 當然早上的話這個菜色會更加的豐盛 好 那這個排骨跟五花肉都非常的美味 好 那慢慢再來品嘗 那這個滷肉飯也當然非常的香 喬頭美豬 好 那老闆的用心真的是很辛苦 大家都看得到 那各位來就祝你用餐愉快 掰掰